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霍巴特文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PT听力微课堂 那么我是墨瑞老师,那么今天将由我呢带领大家花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PT听力的那些爱恨情仇 那么今天我们整个讲座呢将会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听力与PT听力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再来说说听力练习方式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关于这方面会比较大的疑问 然后第三方面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些大家常见的误区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关于听力与PT听力 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所接触的PT这种新型的考试 与我们之前基本上所有的考试都会差距比较大 再加上很多同学应该听说过咱们PT考试的话 有交叉打分的这种规则的话 以至于我们的短板效应在我们整场考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因为你一课差的话不只会影响这一课的分数 还有可能会推其他课的后腿 所以我们应该说是在中国学生来说听口比较差的这种现象的话 在这个考试中就体现的特别明显 尤其是我们的我们刚才说听口 因为这是咱们中式教育的一大恶果吧 应该说是因为大家都不太常开口说话 甚至是很少接触听力练习这样一些材料 那么面对我们PT特别学术化 再加上听力相对难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于是很多同学就出现了分数上不去呀 卡分数甚至是觉得听力特别难这种状况 于是我们来分析一下 咱们大家同学的弱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以及你们的努力方向是什么样的 咱们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或者说讲一个简单的一个PT听力的profile 让大家来看看咱们听力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 于是咱们的人格档案可以说成是这样几个部分 听力的话它特别慢热 而且还蛮阴晴不定 而且需要你的随时关心 然后做事还很不留余地 还特别爱装高端 然后脾气还难以琢磨 听力确实就是这么人 但是我们这些个性分别对应咱们PT听力的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第一个说它慢热 是因为整场听力考试 甚至是我们听力平时练习的过程中 它非常需要长期的努力 因为你会发现听力是个很需要积累的过程 它不像我们PT口里 它可能有一定的技巧之后 它的提分效果就会非常明显 那么听力的话一样的 你如果平时不长期的去积累 去磨耳朵的话 我可能告诉你很多技巧 你在考试上不一定都能用得出来 所以它非常需要长期的努力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说它阴晴不定 因为你会发现PT听力考试 也是跟我们雅思考试比较大的一不同 或者说是跟我们中国内听到的很多 那个语言类考试特别不同 四楼节 我们PT听力所采用的语料呢 很多你会听到各种说话的速度 然后偶尔还会带有地方口音 那么这个对我们那个本来听力就很差的同学 也是一大难点的挑战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PT PT听力随时需要你的关心 整场考试下来 你会发现每一个提醒都非常需要你的注意力 集中 你一旦走神的话 很有可能就导致你丢分了 尤其上我们几个稍微比较简单的题 比如说那个highlight incorrect words 你只要收一走神 有可能就丢到一到两分了 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还说听力做事非常不留语地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所有语言类考试都会出现的 因为所有的音频都只会给你放一遍 不要想着能够听到第二遍 这也是我们平时同学练习的时候 特别宽容自己 会给自己放好多好多遍 让自己听出来 虽然这也是练习方式 但是这个我们考场上确实只能听到一遍音频 所以平时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还是稍微给自己一些压力 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还说听力特别爱是装高端 因为这也是跟我们雅思考试比较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雅思听力中part one part two 才会出现那个生活场景的英语 它甚至会让你写电话号码啊 地址姓名这样一些简单的信息 但在我们pt听力中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因为我们都是以学术背景 奠定了它这个学术考试的背景 所以主题都特别有档次 什么大学内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学科都有可能考 考古学呀 天文学 甚至非常不熟悉的地理呀 那个很多场景 我们平时没有太接触的场景 它在考试中也有可能出现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还说听力特别脾气难折磨 因为这个主要会体现在它特别需要技巧的方面 特别需要技巧去哄它 因为很多同学第一次考考试的时候 都感觉哇那么多题型 我每种题型怎么做完全不知道 所以整个pt听力profile 看起来这个这个考试感觉 感觉特别特别有个性 对不对 但是面对这么一场考试 我们虽然说是 你这个任务到底接不接受呢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你没有办法选 对不对 咱们必须接受它 因为目前为止这样一种 我们那个政府的一种政策变化 甚至是对于毕业后 大家工作上的需求 我们需要职业评估的话 都需要有一种语言类的考试 那么相对于雅思考试来说 pt考试应该算是一门比较容易 努力能够比较容易看到分数提升的 这样一个考试 所以咱们这个任务是不得不接受的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大家 去直面自己的弱点 听力是大家的弱点 我相信也是很多同学这个常态 但是我们不能有一种规避的心理 我们还是得直面它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任务具体的要求 那么首先对于听力来说 我说的这是一门 非常需要长期投入的一门课程 我们需要长期持续不断的努力 才能完成这个听力技术的打造 那么任务内容 首先我说的是劳勾技术 然后同时大家需要提高 自己的反应力 专注力和记忆力 这个在考场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因为很多同学就觉得 自己反应力差呀 或者说专注力和记忆力 本来就不太好的同学 那么在考场上 因为你整个人的状态是紧张的 你肯定要比平时的 那个专注力跟记忆力要弱一些 如果你平时都没有办法 做到专注的练习的话 那可能在考场上会 发挥不一定能够很好 然后再接下来我需要同学们 去熟悉大量的学术场景 因为学术场景 我说的是大家的一大短板 因为很多同学 一旦遇到自己不熟悉的场景 比如说天文学 就整个人就不好了 然后整场考试 也会非常受到打击 然后整个的心态就崩了 这是不行的 然后再接下来掌握提醒技巧 那么提醒技巧 也是我们课程 需要给大家补充的 因为你们这个会在网上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那么一个提醒技巧的话 我们能给你提供 但是你最最好是能找到 适合你自己的方法 因为这个肯定因人而异嘛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练习方式的话 给大家推荐的是 精听 对于听力本身来说 打造基础的方法 最好的确实是精听 因为你在所有的搜索引听上 只要去输入 听力如何提高 或者是PT听力如何提高 那么出来的关键词 基本上都是这个 但其实很多同学 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要去做精听 或者是精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部分 就来给大家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 那么听力的联系方式 那么说了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 精听这种联系方式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 那么从语言学的角度上来说 听应该说是 这样一个 科学概念上来说 它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首先是信息 然后你通过耳机 或者是通过耳朵 接受这个信息之后 你得把这个信息理解一下 对不对 那么按理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过程了 因为你确实已经听到东西了 对不对 但实际上因为我们面临的是 听力的考试 你不但得理解它 你还得把你理解的 这个信息反映出去 对不对 所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 考试的形式 然后接下来你的反应 是通过题目来反映出来 于是你反映出来的 又是另外一个信息 那么它是如何给你评分的呢 那么考官是通过评价 原有信息 与你反映出来的信息 这个匹配度 来给你打分 于是你会发现 同学们从第一步 接受理解反映 到题目这个过程 基本上漏漏漏漏漏漏 那个该漏的信息 全都漏完了 最后可能剩下的是 10%的信息 这10%的信息 还不一定 跟原文的信息是符合的 于是咱们来看看 咱们中间 为什么会漏那么多信息 我们看什么东西 在影响我们漏信息的 这个过程 那么应该说是 如果有同学 有接触过这样一篇文章 就是那个PTE 考试中会出现了一篇正题 叫做Sound Receptor 它是讲的是你 如何接触声音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科学的过程 首先说的是 首先你耳朵 接触信息之后呀 然后你的鼓膜震动 然后它会把这个鼓膜的震动 转化成一种电子的信息 然后电子信息 传达到你的大脑 但是你会发现 同学们 常有的状况是什么呢 第一步就开始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同学 耳朵旁边有声音在响 然后它淡了 完全没有反应 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你的反应力有问题 甚至是记忆储存力有问题 都会导致你刚刚 在你耳边响的这个声音 你没有办法识别它 甚至我们有同学 无法适应原文的语速 和语音 同样会影响你的听力 因为像很多同学觉得 外国人说话一快 他就完全不知道 他在说什么 甚至一有口音的情况下 他也会受到干扰 比如说像我们PT考试 有可能出现印度人讲话吧 有可能出现北欧口音 或者说是 英语不是那么的 British English的 英文口音的话 它就无法不太适应 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步 耳朵传达到大脑 这个部分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而大脑本身不识别信息 还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缺乏词汇 那么这个是个 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 因为大部分同学 我觉得的 应该都不是特别喜欢背单词吧 而且背单词的时候 不喜欢看语 不喜欢读 不喜欢看音标 不喜欢听它读吧 那么这个的话会导致什么呢 会导致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知道 而你听到的时候 你一定反应不过来 因为你没有建立起 这样一种听力的反射虎啊 就是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当然你如果 完全不知道这个词 那肯定听到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短语跟句型 因为你们听到的是 一个人在说话 他在说话的时候 不是一个一个词往外蹦 往外蹦 而是通过一定的句型跟短语 把单词给传起来 所以你一旦不熟悉 某些短语句型 你也无法捕捉到 非常关键的信息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很多读学本身的错误发音 这也是咱们 应该说是之前教育 给我们带来比较负面的影响吧 因为很多读学 很多单词发的是错误的 你发的是错误的 你怎么知道别人读的 就是正确的单词呢 对不对 这当然也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然后最后一个场景知识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将会面临的是 大量的学术场景 一旦遇到不熟悉的场景知识 你没有这个知识背景的话 你遇到也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比如说你突然说了一个 医学类的场景 如果像有的生词呀 有的概念呀 有的那个场景知识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听到 或者说让你去捕捉 关键信息的话 也会比较困难 那么这是第一步 这只是理解 接收信息到理解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我们是不是 得把这个信息给反射出去 我们得把这个信息反射出去 这里就是为什么 我们听力是个非常 算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 它难的原因 不只在于你 不只在于你 理不理解这个问题 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反射出去 你会发现 听力它需要借助 别的一些东西 来把你指导的信息 给反射出去 第一部分是 需要借助你的口语能力 还需要借助你的写作能力 还需要借助你的阅读能力 这三个能力 是我们所谓的间接能力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口语不好 你可能听到的信息 你理解了 但是你说不出来 这也不是在考试中 非常吃亏哦 你会发现 它仍然判定是你有可能判定你听力不好 也有可能判定你口语不好 当然我们有同学写作能力特别差 包括你的语法 包括你的句型 一旦你写不出来 我是不是也觉得你听力不好呀 再接下来说阅读能力 我给你听一段文章 你可能听懂这段文章讲的是什么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读出那几个形象 有什么区别的话 它是不是也影响两方的能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整个会产生交叉打分 这样一种打分方法 应该说是确实是 现实中确实是这样啊 因为现实中当你在使用一门语言的时候 你很难去把听书对写完整的给分 完整的给区分开来 这也是 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 PT考试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全的一个考试系统啊 实际上几个能力你在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确实是互相影响的 那么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得通过题目把它反映出去啊 我们除了见解能力有问题之外 我们同学还缺这一部分的动力 缺这一部分的东西叫做题型技巧 因为我们说的PT考试整场考试 每一种听书读写每一种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题型 面对这个题应该怎么做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技巧的东西可以补处啊 于是咱们会发现我们中间这四个部分 从信息到接收 接收理解 理解到反应 反应到题目这个过程中 基本上每一步都会有原因在导致大家丢分 那么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同样都会影响大家 大家同样都会影响大家的分数 于是咱们就要找找自己的短板到底在哪 那么很多同学会说 基本上每一步都在出问题 于是咱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咱们努力方向是不是有了呀 那么这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种精进方法的话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步骤 以及它针对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PT 我们再理性的去捋一下这个逻辑 PT听音的话我们说的第一步是听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需要我们这三个能力去把它反映出来 那么第一个是说 口语中的三个题型会影响我们听力的分数 第一个叫做repeat sentence 我给你听一个句子 然后麻烦你帮我这个句子给复述出来 你复述的不好是不是也说明你听力不好呀 一样的这是两方的过程嘛 repeat lecture跟answered questioner也是 你复述一个讲座如果你复述的不好 我也会觉得你听力本身是有问题的吧 甚至有可能有的同学是我听懂了 但是我说不出来 但一样我已经讲了两方 那么answered questioner也是 简答题如果你的答案是错的 我觉得你有可能没听懂我的问题吧 是不是也影响听力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听力的八大题型主要影响的是写作 那么写作中影响写作分数的三大题型 第一个summary spoken text 需要你去听完一篇讲座之后 把这个讲座给总结成一段文字 写作不好 同样会影响你听力的分数 然后接下来write pronunciation 听写句子 然后填空题 那么这些都需要你的写作的一些技能 比如说语法 比如说词汇 比如说written discourse 这样的一些能力 然后再现在阅读的话 可能同学们接触的会比较多 因为之前的基本上大部分的考试 都会跟我阅读能力挂钩 比如说听力 那个雅思听力的话 基本上50%的题都会是选择的题吧 你听完一段语聊之后 帮我读一下哪个现象 比较符合原文的条件 那么pt听力考试 确实有四种题型 是跟选择有关的 那么这个也需要借助大家的阅读能力 一样的 你如果选择不对 那我也会觉得你听力不好 或者是阅读能力不好 于是整体的pt听力考试呢 涉及的是第一个叫做直接能力 第二个叫做间接能力 也就是你们听读写的能力 然后最后一部分我说了 也是大部分同学 缺的这个部分 叫做提醒技巧 那么我说了 这三个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都会影响你的听力分数 甚至影响你其他课的分数 有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这一个过程 怎么去帮你提高 你的这些听力基础 甚至是帮你去打造这个基础 从时去掌握一些提醒技巧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步 永远是从文章出发 那么大家先做了一步 叫做SSD 叫做Summerized Spoken Text 需要你去听完一段语料之后 把它总结成一个 50到70次的句子 哦不是句子 sorry 段落 总结成一个段落 那么这一步主要让大家 去适应的是 整篇文章的语速 以及口音 那么这个是你接触到 一篇新鲜文章的时候 所要感知的第一步 那么于是我们写完小节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仍然有很多同学 会遗漏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于是我们将来揪细节了 你为什么会漏那么多信息 我们把文章插分成句子之后 要做的是这样四步 第一步叫做Repeat Sentence 我需要大家去 就把这个第一个句子 给它复述出来 那么复述出来 虽然这是一个口语提醒 我们在练的同时 也可以练你口语提醒 对不对 它主要锻炼的是 你的反应力跟短期记忆力 我说的这个东西 已经科学实验给证明了 这个肯定能提高的 如果整天在家只会看看韩剧 或者是玩游戏 只会哈哈的这样的同学 那短期记忆力的反应力 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锻炼 对 于是咱们把这一步 融到了我们今天的步骤中 这是句子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还是刚才这个句子 因为很多同学 在Repeat Sentence的时候 你可能是纯粹的 去模仿它的语音 你并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东西 我还是放刚才这个句子 需要大家去做Capture My English 需要大家去帮我找 这一句中最关键的词 是什么 那么这一步对应的主要 是大家快速记笔记的能力 如何去取舍的能力 因为我们实际上 在听一篇文章 记笔记的时候 你不是很有必要 去把一整个句子记下来 对不对 那么这也就是 我们如何去抓 关键词的这样一步 然后那么于是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 等我们同学 抓完关键词了 复述完句子了 他可能还是不太清楚 这个句子的细节是什么 于是我们这一步 在做的是 Write Fentitation 那么这一步会是我们听力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提醒 战分相对也非常大的一个提醒 那么这一步的话 要求大家是 对准确度的把握 那么对句子的每一个细节 包括它用的什么句型 有什么样的短语 这个词的词性用的是什么 这种细节的话 需要大家平时养成一种习惯 如何去把握 于是等同学写完句子之后 我们再去查查自己的原因 你会发现 还是有很多细节上的错误 于是我们平时就请同学 要去积累了 你的错误到底是因为生词 不知道 不知道的生词 大家可以补充吧 还是因为语音现象 导致你的听不懂 那么听到这个短语 这一回它用语音现象 把它把那个句位给它吞了 那么下回我们遇到 同样的短语 你是不是能反应过来 它这里被吞了一个音 或者说你拼写错 明明知道这个单词 而把它拼错了 这种错误是平时是 最好在考场上 是不允许出现的 然后再加上 还是因为语法错 因为实际上 我们在听写完了一个句子之后 很多小的细节 是真的没有办法 通过耳朵来捕捉的 那么当你写完之后 有没有养成一种习惯 回去view一下 自己的这个句子 我这个句子 我是不是 主语是单数的话 我名词 我的动词 是不是可以改成第三层单数 甚至是我前面有个some 后面的名词 是不是可以相对的改成复数 你没听到的话 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通过技术语法 来把它推出来 那么这个是reason for mistakes 那么平时大家 在做清听的时候 有自己的清听本的话 这种细节得你去积累 那么当你回顾 自己做了很多片子之后 你就知道 自己大概的错误方向 会是什么东西了 那么我们回顾完了句子之后呢 我们再把句子 放到段落中 或者是放到文章中 去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 看着原文去listening 纯粹的去听 或者是去跟读它 那么跟读它的话 可能就得慢上原文 两到三个词 这样去跟读它 跟读的话 主要目的在于模仿 听的话 主要是感知 那么这两部 其实上目的是一样的 我需要大家去感受 它的语音 语调跟中读 为什么要去单独 做这一步呢 因为实际上很多同学 在做那个 听整篇文章 做笔记的时候 它反映出来 很难去把握 整篇文章的重点 或者说句子中的重点 但是我们所面临的 PTE的语料 大部分是 真实情况的讲座 或者是interview 这是正常人家讲话 它一旦正常人家讲到 重点的时候 它语音语调跟中读 是肯定会有变化的 平时咱们在听的时候 可能很难有意识地去注意 很难去无意识地去注意它 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 做这一步的目的 就是为了大家 去有意识地去感知它 等你成为一种习惯之后 于是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 就无意识地去抓它中读 甚至是停顿 甚至是语音语调 有变化的地方 那么这对我们之后 做笔记 是有比较重要的 那个意义的 那么这是我们段落的部分 于是最后 等我们已经梳理完了 整篇文章的细致末节 生死我也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它基本上 它用什么句型来讲穿了 于是我们再回到 文章的角落 再做一面SST 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 我希望大家去养成 一种练笔记的习惯 如何去取舍信息 如何去把握文章的整体感 这个笔记系统 会是我们在SST 以及我们扣一种 Retellic就比较重要的 一个核心能力 于是我们要单独 把这一步拿出来练 如何去快速的记笔记 于是这个才是一个 完整的静静的过程 它实际上融合了 我们锻炼听力的基础 以及我们PT 很多提醒会用到的 技巧的这个过程 于是我带大家 稍微感受其中几部 那么我们说了 第一部 我希望大家 从文章的角度 来做一遍SST 那么SST的目的是 为了大家感受 文章的整个语音 以及语速的问题 然后尽可能去记下 更多的信心 于是我们来听一下 这篇文章了 This is Scientific American 60 Second Science I'm Larry Greenmeyer When you install an app on your smartphone you're often asked whether you'd like to share your list of contacts with that app That might be a convenient way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likewise using say Instagram or WhatsApp but it also means you're giving away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app developers and that personal info could end up being used to create so-called shadow profiles of your contacts even if they don't use that app or social media service Shadow profiles emerged as a potential problem in 2011 when an Ireland-based advocacy group accused Facebook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on non-users including names email addresses phone numbers and physical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year researchers showed that social network companies such as Facebook could use machine learning to pretty accurately predict whether two non-members known by the same member also know one another Not exactly Big Brother but a recent study in the journal Science Advances raises the stakes In that work David Garcia Chair of Systems Design at the SciTech University ETH Zurich used the social network memb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infer relationship status and sexual orientation of the members' contacts who did not have their own user accounts on that social networking site He was able to do that using, of all things data from the now-defunct Friendster social networking site He says he chose those two attributes relationship status and sexual orientation because they can carry important privacy consequences and were both available in the Friendster data set Garcia is careful to point out that he didn't prove that shadow profiles exist just that they can be created His work also reminds us how much we wind up revealing online about ourselves and about the people in our lives Thanks for listening For Scientific American's 60 Second Science I'm Larry Greenmayer Okay 那么大家听完了 我这里的话 没有办法给大家时间写 那么通常情况下 大家会有十分钟的时间 去写这篇SSD 那么先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篇文章 那么我选取的语料是 Scientific 60 Seconds 为什么选取这个语料呢 因为近期的话 应该出现了挺多的 片幕直接是来源于 科学60秒 那么大家来感受一下 它的这个语速 当然考场中 不可能出现前面那个 滴滴滴的声音 还有最后那个滴滴滴的声音 都不会出现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写完了之后 我先让大家 来帮我观察一下 这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 是我们同学来写的 那么这个的话 都是听着同一篇文章 你会发现 两个同学写出来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 那么这里的话 等同学 有时间详细看了之后呢 我们你可以自己 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感受 那么我这里 直接告诉大家 是这样一个评分 如果非要打分的话 那么前面一篇文章的得分 可能在60分上下 然后后面一篇得分的话 应该是能在70分往上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 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呢 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 写出来很有可能 是第一篇文章这样的感受 因为很多东西 确实也能听到 这样比较细极的信息 然后观察比较之后 那么主要是这三个原因 第一篇文章中 它出现了像那个 Member's Names E-Mails and Addresses 这样的细节的信息 因为我们这篇文章 做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一个 Summarize 我们做的是一个小节 那么小节的时候 像刚才这个单词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一个 Personal Information 这样的词概括呀 所以我们相对应的 总结能力的话 就不太做到到位了 然后第一篇 甚至会出现很多 小的语法错误 然后甚至这是第一点 细节太多 那么第二点的话 关键点的缺失 比如说我们第二篇 提到了一个东西 叫做Shader Profile 我们有同学 可能也记下这个信息了 然后第一篇中 没有出现这一点 然后第二篇中 还有个东西 叫做Machine Learning 然后第二篇 同学写的挺好的 出现了挺多 非常关键的词 而第一篇仍然没有 那么第一篇的话 很明显是关键点的缺失 然后接下来逻辑关系 我们同学也会感受 特别明显 第二篇的话 虽然说是叙述的 那个内容 有可能跟第一篇 大部分差不多 但是他尝试用逻辑 去把这些小的点 给他穿成一个 比较学术化的 这样一个表达 所以这个 这三个点的话 导致一个评分 比较大的区别 于是我们同学的话 我们努力方向 当然是炒第二篇 我不要求大家 用长难句 要求大家的是 需要有一个 比较逻辑的表达 把你能写到的 这些小的信息点 把它穿成一个 比较reasonable的 summary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步 做一个sst 做完sst之后 我们说了 我们同学写出来 可能比较接近第一篇 我们为什么会 遗漏这么多信息 于是我们又从句子的角度去看 从句子的角度 我们把它拆分成 一句话来看 你每一句话 遗漏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分成这四步 那么第一步的话 请大家帮我一下 repeat 第一个句子 repeat sentence 开始了 when you install an app on your smartphone you're often asked whether you'd like to share your list of contacts with that app ok 那么刚才是 repeat sentence 于是还是刚才 这个句子 你请大家帮我找一下 关键词 如果这一句 放完之后 你会挑 很快的抉择 哪一个词 作为关键词呢 when you install an app on your smartphone you're often asked whether you'd like to share your list of contacts with that app ok 那么这个句子 听完之后 很多人能够 挑出来 像context 这样的词 或者是apps on your smartphone 这样的短语 都可以作为 这句的关键词 然后接下来 还是刚才这个句子 我们需要大家 做一件事情 叫做write vegetation 去把这个句子的细节 把它完整地写下来 那么这里的话 也不给大家时间写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写下的句子 when you install an app on your smartphone you're often asked whether you'd like to share your list of contacts with that app 好 于是我们同学 写下来的句子 你会发现几个地方 特别容易出问题 第一个 in store an app 那个an 那里掉了 然后再接下来an app on your smartphone 那个on掉了 然后接下来 you are often asked 那个are掉了 然后asked 那个ed掉了 然后接下来whether 有可能有的同学 都没有听到 然后接下来 you'd like to 那个d掉了 因为你听到的 确实是you'd like to 然后share your list of contacts 那么这里list of off有可能掉了 甚至有同学 直接写成了 context list 这样的 with that app with 也有可能有同学 有掉的 于是你会发现 整个文章 整个句子 我们掉的细节 实际上掉的 真的是掉的太多了 甚至有同学 能够理解他的意思 然后自己写出来 用自己的表达之后 完全写成了另外一个句子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会掉那么多信息 那么第一个 应该说是大部分情况下 影响他的听力的 都是这两个东西 叫做语音现象的问题 那么语音现象会导致 大家听见的词 跟看到的词 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一个 推音跟失去爆破的现象 那么这个的话 是个比较常见的语音现象 它是前面一个单词的结尾 同一个异群中 他们要在同一个异群中 那么前面一个单词的结尾 是爆破音 那么爆破音包括 p b t d k 这六个音 因为你在发出它的时候 你有个口腔气流 爆破出来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们被命名为爆破音 所以失去爆破 就是说失去这个爆破音了 然后这个单词的结尾 是爆破音 再跃上了后面一个单词的 开头是辅音的话 为了发音方便 你会把前面这个辅音 给它吞掉 因为你看这个短语 就比如说repeat sentence 这样读出来 就是repeat sentence 听起来会非常顺流 但是你如果把它发出来 就repeat sentence 你会发现舌头又非常累 气流也不是特别顺的 所以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 失去爆破的这样一语音现象 那么第二个 连读现象 连读现象也是非常常见 就是我们同学 为什么会听见 剧中的某些成分 它会一次性出来 出来一块 然后也不知道 这一块 到底是什么细节的东西组成的 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连读现象 连读现象的话 是前面这个单词的结尾是辅音 遇上后面一个单词的开头 发音开头是原音 于是我们就会把这个辅音 跟这个原因拼起来 于是像上面这个短语的话 你就会听到的是 take a look at it 是不是非常顺流啊 于是我们同学 如果尝试把它分开 就会比较困难了 因为你就会听到 take a look at it 这样就也是非常卡呀 它语音上是不顺流的 对不对 于是咱们对应 我们刚才这句话 我们能找出来的几个部分呢 比如说 第一个 为什么同学们没有听到 and 你会发现它是 installing app installing app 它前面那个 and跟前面那个 l拼起了 甚至后面那个app 跟那个an的 那个n也拼起来了 于是你听到的是 installing app 于是我们同学 就会把中间那个n 给移动掉 然后再接下来 often asked you are often asked 它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n跟a 拼起来的过程呀 然后再下还有这样的短语 它叫做you'd like to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短语 缩写来源于would like to would like to 它是不是连接连两个连读呀 那么一样 它如果没有读成you would like to 它读的是you'd like to的话 前面那个d就会特别容易掉 因为同学对like会很熟悉 于是然后再接下来 还有个东西叫做listoff 它也是个连读 我们同学为什么没有听到那个off 就是因为它跟前面那个t拼起来 listoffcontacts 于是这个导致了 我们会遗失非常多的信息 但是你仔细去看 比如说第一个app 它是不是一个名词呀 实际上大部分的11名字出现 我们都要求它要以一个 单数的形式出现 或者是复数的形式出现 如果确定不是复数的情况下 你就要考虑前面是不是应该加冠词 那么这个是咱们一个语法知识的问题 于是我如果没听到那个and 我得尝试把它补出来 它是原因开头所以我用的是and 而不是er 然后再接下来 you are often asked 那么asked是个过去形式 于是你不能说你问吧 对不对 通常是那个app问你嘛 所以你是一个被动的关系 所以这个are没听到的话 我是不是也能把那个b动词给它补出来 然后接下来would like to是个常见的短语吧 你听到了like to 你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你喜欢去分享你的那个联系人的名单 并不是你喜欢的问题吧 对不对 他想说的是你想要去分享你那个 那个联系人的名单 所以我们这里是would like to 你就要考虑这个d 是不是应该补上去了 所以整篇文章 咱们这样一句 于是咱们整篇文章这样一句一句的做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咱们能够得到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那个细节 甚至我们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短语 就比如说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的话 第二句是这样的 那么一样的中间我们能够画出非常多的吞音 以及连读现象 它都是吞音现象吧 然后再接下connect with 它是不是一个常见短语啊 与谁谁保持联系 那么connect with 下回的话你如果没听到这个with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可以把它补上去了 然后再接下likewise 我们很多同学不太听到 因为他只听到like 然后一样的 我们接着往下梳理这样一些 一个一个句子梳理的话 能够得到非常多东西 然后再接下来像开头 but it also mean but it also mean 是一个连读吧 然后再往下 given away you are giving away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app developers 像这样app developers 它会有吞音吧 app developers 好那么这样的语音现象 甚至是我们常见的短语 梳理下来之后 我们再去回头看原文的时候 你就会学习到你当时听的时候 为什么会遗漏那么多信息了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从句子的角度上来看 等你把句子放到文章中之后 那么这样的信息的隐漠量就会相当相当大了 因为你想你一个句子已经遗漏了那么多信息 我们再回到整篇文章中之后 它是不是隐漠的 隐藏的就更深了呀 于是我们把句子又重新放回到段落中 那么刚才是我们梳理句子的过程 我们把它放到段落中之后 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listing或者shattering 那么这里的话 我需要大家去感受它的是 中度跟云语调的变化 更明显的停顿 那么这里是直接可以给大家看原文了 那么这里的话 我已经给大家画出来了一部分 一部分那个云语调 甚至中度的变化 那么其中我还把逻辑子圈出来 那么逻辑子我说了 目前为止很多同学 比较难的去找到这种逻辑子 那么目前为止 大家能做到的叫做 有意识的去寻找这种逻辑联系词 等大家有意识的寻找到一段时间之后 后面我们再去听新的文章的时候 你就会无意识的去抓这种逻辑联系词了 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把它单独圈出来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来一起做一个跟读的这样一个事情 来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跟读 还是刚才这边文章了 当你 install an app on your smartphone 你 often ask whether you'd like to share your list of contacts with that app that might be a convenient way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likewise using say Instagram or WhatsApp but it also means you're giving away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app developers and that personal info could end up being used to create so-called shadow profiles of your contacts even if they don't use that app or social media service shadow profiles emerged as a potential problem in 2011 when an Ireland-based advocacy group accused Facebook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on non-users including names, email addresses, phone numbers, and physical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year, researchers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 companies such as Facebook could use machine learning to pretty accurately predict whether two non-members known by the same member also know one another OK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中途 可能有卡的地方了 当然同学可能确实也会有卡的地方 那么不要停顿太久 那么直接跟着他进去往下走就行了 往下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一边跟读 以及听的过程 那么可能我们到时候听的时候 这些重点或者是语调变化的地方 给你自己画出来 那么这里我只是给大家做个例子了 那么感受完语音语调变化之后 你会发现画出来这一部分呢 通常就是对应你笔记所需要记的部分了 那么大家感受多一些文章之后 你就会能够对文章整体什么地方该记笔记 有把握了 那么这是段落 等我们最后再回归到文章中去之后 我们需要大家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整理你的笔记系统 那么这是在我们听力中的SST 跟我们口语中的Retail Action 比较核心的一个能力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同学做出来的笔记啊 除了你会发现右边这篇文章 能记的信息更多之外 你会发现右边多了很多小的东西 那么小的东西 大家观察到都是一些箭头呀 或者小的符号呀 那么符号系统也是之后 我给大家讲 那个SST中比较核心的一个能力 这是那个快速记法中 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反观第一篇文章 应该说是大部分同学记出来的 都会是这样一个效果 甚至不一定能有 它记得多 那么其中几个东西 我们劝出来看一下 那么像这样的信息呢 它接下来就算是无效信息 它其实这个同学的听力基础 就会比较薄弱 比如说它记下来个2011 那么它记下来这样一个年代之后 你会发现它很难放到一篇文章 很难放到一句话中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2011年 到底发生了个什么事情 没有前因没有后果 那么这样的信息它记下来了 它也没有办法放到它的SST中 然后再接下来 它记下一些动词 叫做no created 一样的 它记了个动词 没有主语 没有冰语 这个也比较难 难放到信息中 那个SST中 它因为它也是个无效信息 然后现在created 创造也是 然后它还记了个people 那么这样的词的话 就是很多无用信息的话 这也就是听力薄弱的一个表现 就是无法取舍 什么地方关键 什么地方不关键的一个信息 因为它记得基本上 只是它能听懂的一些词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再对比右边的话 几个东西就比较明显了 第一个是逻辑问题 第二是整篇文章的逻辑 因为我们反观右边的话 它基本上能够用这些箭头 把几个信息串到一起的话 它整个文章的结构 就会比较好把握了 那么反观左边的话 就整个就是得编故事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说的 推荐大家记短语 更大于词的原因 就是我们刚刚在左边 圈出来的这几个东西 你单个的去记词 真的很难编故事 因为我们要一个完整的句子 是不是得有主为宾 它有一个词 它只占了三分之一 这真的很难编故事 所以大家有能力的情况下 尽量去记短语 会比词好得多 于是这个为什么 我们去文章 再做一个SSD 因为我说了笔记系统 会是我们SSD中 比较核心的一个能力 于是到这一步 才是我们完整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 精听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那么整体的流程 就是这样的 我们先从文章出发 拆分成句子 句子又回归到段落 那么最后又回归到文章 那么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我们第一遍接触到文章 做的是SSD 我们感受这篇文章的 语音语调 甚至它语速的变化 然后接下句子 拆分开来 我们做的是复述 然后再记关键词 然后再停写 然后你再去找你的错误 于是这一步主要积累的是 大家平时为什么会漏那么多信息 这一点会比较重要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回归到道路中的话 我们需要大家去听变化 你通过跟读的话 甚至能够帮你在课语 提升你的read aloud 对吧 你得感受它如何停顿 那么这是自然而言 说话的一种 如何化分译群的方法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又回归到文章中 做一遍SSD 那么这边主要练习 是大家笔记的能力 于是这才是一个 完整的精听步骤 大家平时有时间的话 可以想 就是长期的去累积 做这样一个做的方法 那么这里讲完精听步骤之后 那么这里给大家 推荐几个能够做的 那个材料 那么首先请大家 从老托93篇为主 那么老托93篇的话 是咱们一个 比较可靠的材料 因为它确实是 它设计范围也挺广的 所以也比较适合 大家来练习 然后接下来的话 像科学60秒 一些比较好的篇章 大家选择的范围的话 就是一分钟到一分半钟 这样一个讲座 因为科学60秒 它也是设计范围特别广 大家也可以当作是 拓展一下 那个场景知识 甚至是当戏剧爱好 去听一下也挺好的 而且再加上 现在真题出了很多篇 科学60秒 对不对 然后接下VOA的话 也是Voice of America 然后它的话 像你避开很多政治话题 它其中也有 很多东西比较有趣的 然后现在网站的话 像我们文波TV 在线练习的话 上面提供了挺多 真题的演练 以及一些 很好的练习方式 大家都可以上去练一下 然后推荐APP的话 第一个喜马拉雅的话 我们上面已经有我们的频道了 就是后半的文波 教育PET 雅思 中间有挺多真题 包括Retail Lecture 跟SST的语料 我们都已经放上去 大家可以用这个APP 在我们那个专辑下面 去练习 那么这是辅助材料 那么这是刚才我们 第二部分 听力练习方式的问题 那么第三部分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常见 被考中的一些误区 那么涉及到的主要是 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 我们很多同学 练听力 保持着这样一个态度 叫做只听就好 不动手 不动脑 甚至我们有的同学 就是开车的时候 把那个音频 给放到喇叭里 就放一下 其实这只是一种 自我安慰 包括我们有同学 去 只是去看美剧 看美剧 就是看美剧 能提高听力 或者是听歌 听英文歌 就能提高听力 但这是 我觉得大部分同学 面对电视剧 或者说是面对音乐 都抱有一个 不纯的目的 你们并不是 抱着学习的大度去 你们完全是 去看看谁谁 去做这样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咱们听力要练 咱们就静下心来 好好练 坐在桌子面前 我们用今天的这个步骤 过几篇文章 做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听力肯定会有变化的 然后再现在 对于基金的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像我们听力 有的体型 比如说 它是有相对 比较稳定的题库的 虽然说 比较稳定的题库的话 我希望大家 面对基金的话 基金只是 对你的这个练习 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我不希望大家 完全依赖基金 为什么呢 一个 你如果不锻炼 自己的技术能力 你考上时候 如果遇到基金的题 你也不一定能 不一定能拿得下来 再加上 如果没有同学 考试遇到新题的情况下 他一旦遇到 不是基金的题 非基金的题 就彻底化了 那么是不是 你们考试 就是去碰硬器的呀 当然不能以 不能碰硬器了 六百多到一次 那确实很不划算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面对基金 请大家不要完全依赖它 它只是帮助你 练习的手段 OK 然后再接下 练习频率跟量的问题 那么一个 大家打基础的阶段 请大家保证 一定的练习频率 跟量 包括你们经济的话 甚至可以每天做一片 然后这个基础的话 需要大家长期的投入 那么量的话 肯定要控制的 我不能说是 三天打约 两天晒网 有的同学就是说 你看我今天忙 那我只做一点点 然后隔两天 哎呀我有 有有点时间了 哎呀又不想做 这个不行 咱们练习的频率 跟量得持续的保持 尤其是像什么 短期记忆力呀 反应力这种东西 你得长期的锻炼呀 你隔两天做一次 那肯定没有办法 有那个集中练习的量高 因为我们说了 保持一个习惯 养成一个习惯 需要一周的时间 你这个隔两天去做一下 你肯定没有办法 养成一个习惯嘛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 时间安排的问题 那么时间安排的话 是根据我们同学院 考试的时间 如果你有相对 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有 自己的一个schedule 比如说每天 你大概有 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你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如何去安排 你需要去把家 你需要把自己的时间 有个比较详细的规划 因为我们很多学院就觉得 今天的话 我做下这个杯 然后隔两天 我做下那个 那么也是一个 那个练习频率 一个量的问题 你没有长期的 intensive training的话 你很难达到一种 就是自然的成为 你的反射弧的 这样一部分了 然后再来背单词的问题 背单词的话 我希望大家要面临考试 咱们这个词汇量 一定要提上去 一定要提上去 你没有这个词汇量 你去应付考试的话 真的很难达到 尤其是我们同学 遇到生词的情况 很多同学一遇到生词 整个心态就崩溃了 那么它对你这个考试 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重大的影响 因为你说了 每一部分牵扯甚广呀 你一部分只要出问题 其他课也会受到牵连了 那么对于大家背单词的话 比较推荐你 先过完四级单词 然后六级单词 尤其是我们要考虑 说五级三级 四六级单词是肯定的 然后再往上的话 像tofel单词 这些都可以去背它 平时养成习惯 那么这是常见误区 好于是 我们今天的讲座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 从我们今天的讲座中 收获一些东西 那么当然有兴趣的同学的话 就可以三枚二枚瓦 问我们小助手 我们小助手也可以跟你 给你一些建议 甚至是给你一些帮助这样 OK 谢谢